台北市長柯文哲最近則是對水的問題很傷腦筋 台北市自來水事業處也拟要減免遷水管用戶的水費 但是雙北以外卻沒有這個福利 另外呢 柯文哲希望向中央申請專款補助 新建翡翠水庫的專管 對此今天跟柯文哲同台的經濟部長鄧正中 他不願回應 請柯市長到我們上台 跟我們一起拍照的工作 台北市長柯文哲出席創新創業論壇 經濟部長鄧正中 企業主管都出席 講到不擅長的經濟議題 柯文哲卻很有想法 直接預告台灣明年經濟會很差 因為疫情明年台灣經濟會很差 所以如果用台北市的經濟發展去 去搭台一下整個台灣的經濟 這本來就要 現在就開始準備了 暗奉中央做的沒有地方好 當場指導起經濟部 不過解決水的問題就需要中央幫忙 每到颱風過後 原水濁度飆升 北市府希望中央全額補助款項 蓋翡翠水庫專管 但經濟部長鄧正中卻沒答應 要北市先提財務計劃再說 避免在選舉前表態 但水費問題總要解決 台北次來水事業處正嚴禮減免 狹下三萬千管戶的水費 但雙北以外的台水公司卻不減免 這算不算台北中央不同調又一裝 所以如何抽血 如何做 要公衛的這種 實不要叫做 公共衛生的這種普查 你知道 禮拜三早上我們有個專案 解決水費跟公共衛生的問題 就怕被認為叛逆 柯文哲趕緊解釋 公衛管線問題很複雜 只能先拖著周三會議之後 再來正式向外求援 有電TV 陳鈺平 陳亞瑜 SNG小組 台北報導